说起光之国的人气担当,首推的肯定是以索菲为首的奥特兄弟,作为老一辈的超人气偶像男团,奥特兄弟的成员可以说是个个身怀绝技,并且人气和实力也都是非常之高。 毕竟,茫茫的光之国有那么多奥特曼,能获得这个称号的却只有11个人,可见这个称号的含金量之高。 然而在奥特兄弟中,却有这样一个异类,他没有自己的专属TV,被人熟知也完全是因为哥哥,像样的台词也少得可怜,好不容易有个刺激的粘灰,结果却被巴巴尔星人冒名评议。 今天的视频,咱们就来说一说,史上最没牌面的奥特兄弟,被埋没的格斗大师阿斯特拉的故事。 阿斯特拉,身高50米,体重49000吨,和雷欧一样是来自LCC星的王子,在经历了故乡被火的惨剧后,他与雷欧失去联系,并被马格马歇人当成了俘虏,差点就小命不保,好在奥王局时出现,救下了困境中的阿斯特拉。 左腿的左脸,激怒着阿斯特拉被囚禁的那段痛苦日子,但是同时也磨练出了他,不属于哥哥的玩强意志。 怪型方面,阿斯特拉拥有和雷欧相逃的冷心眼,头部屈于雷欧的双脚,显得更加圆润,胸甲采用了露空的方形孔罩设计,身体花纹和雷欧一样,以大片的红色为主,突出其战舍的定位。 双手的闭环是经过奥王改造的特殊道具,可以将佩戴者的腕力提高至两倍以上,再配合起本身就不俗的力量。 单论力量输出的话,阿斯特拉是不输给雷欧的,与雷欧一样,阿斯特拉同样也是宇宙拳法的极大成者,战法上相对于雷欧来说,更偏向于以力量为主体。 擅长在敏捷的肤劲后,利欧手刀和剃复,对敌人进行有效打击,突出的就是一个干净利落。 招牌的阿斯特拉皮坎是他的得意格斗技,在手掌集中力量后,对准敌人的弱点连续进行手刀攻击。 初登场时,对了加龙和利特尔两功力,造成了不小的伤害,之后更是以双手皮坎的方式,重上了阿特兰塔行人。 除了皮坎和踢技之外,阿斯特拉还掌握了各种其他的精神格斗技巧,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,就是威力堪比雷欧飞踢的阿斯特拉飞踢,将身体跳到数百米的高空,在急速下落的过程中,释放全身能量的强力踢技。 维克特利格斗中,被格雷欧飞踢,一击秒杀了多拉格利。说完了格斗技巧,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光线技。 众所周知,光线掌是雷欧兄弟被一直过变的地方,但是很明显,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,阿斯之前的视频也做过详细的辟谣。 之所以会有这个说法,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也太过耀眼,以至于掩盖了同样出色的光线技能,这里就跳一个阿斯特拉使用最多的光线技能,奥特双手斩光。 此技能是一个组合技能,光线威力极大,是结合阿斯特拉和雷欧两人的能量,进行百倍强化后,才能释放的光线技。 初次使用于雷欧22化,一击消灭了扎龙和利特尔兄弟。 33化使用,向阿库玛尼亚军人变过绿与石,36化使用,一击秒杀了阿特兰塔军人。 而说到阿斯特拉最让人难忘的,莫过于他和雷欧之间的兄弟之情,作为雷欧的弟弟,LCC的又一个王子,这位顶着奥特兄弟名号的战士,自始至终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他和雷欧之间的兄弟行义。 TV中每当雷欧遇到危险,阿斯特拉总会及时出现,无论敌人有多么的凶险,他都会第一时间倒在哥哥的身前。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,是他最不愿失去的人。 相比之下,雷欧就显得更加幸福,成为了地球守护者的他,尽管时常会遭遇诸多危险,但毕竟还是有着停靠的港湾,有诸心团严厉而不懈的教导,有通君和白子的喜爱。 即使到最后,那些人都不在了,依然有人收留他,而阿斯特拉却只有一个哥哥。 所以每每听见阿斯特拉,喊出那一声声哥哥的时候,阿泽的心中便满是五味杂神。 好在命运对他来说,终究是没有太过于残忍,阿斯特拉终于可以和哥哥并肩作战。 整治了奥特之心和地球的兄弟俩,得到了奥王的认可,而加入了奥特兄弟。 自此,那个一直被嘲笑,只会喊哥哥的工具奥,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流浪生涯。 曾经的LCC小王子,在历经了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后,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 孟比尤斯中,他和其他奥特战士,携手对抗安培拉行人。 超银河传说中,他又和雷欧一起成功了赛楼的导师。 而在明年播出的银河格斗中,阿斯特拉更是会迎来不少的气氛。 相信这对于众多的阿斯特拉粉丝来说,肯定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吧。 毕竟这么多年已经过期了,远古还是没有忘记我们的小王子,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表现吧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,我是阿泽,我们下期再见。